一天的健康就从蔬食开始 欢迎收看蔬食够健康 焗烤应该也很多人喜欢 然后又爱可是又怕 因为可能热量高 那我们如果在家里做 我们可以把它怎么样做得更好 更健康 我们今天邀邀请到的是 目前其实还是学生 然后非常的年轻 我们来看一看 年轻人怎么教我们 就是年轻人喜欢吃的这个 就是乳酪焗烤洋芋 我们欢迎现在还是 南开科技大学的方池 许方池 志黎姐好 现场观众大家好 好 你好 焗烤应该你也很喜欢吃吧 蛮喜欢的 对 喜欢 所以你把喜欢的菜 拿到节目上来教我们大家 对不对 那这个焗烤 其实洋芋有大有小 那你会怎么挑 就是大小要一致 尽量去挑大小一致 因为时间才会稳定 你不会说有的比较大颗 然后时间可能就会比较久 小颗的可能一下子就好了 就会变得有的比较干 所以你上市场 你就是没有什么限制 不管哪个品种 进口的台湾的都可以 就是你就是挑大小都一致就好了 台湾的比较好吃 台湾的比较好吃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怎么做 就是先把马铃薯 用这个行动烤箱 马铃薯直接都是一样大小 差不多手掌大 放进去烤箱 然后烤180度 然后40分钟 然后这个烤箱 跟我们解释一下它怎么用 就是这样 上面这里是温度 温度180 然后时间就是40分钟 设定40分钟 然后这样关下来 才又开始烤 你如果拉起来 好 那所以我们这样上面 就是有烤箱的火 下面当然就是有炉火 对 这样烤40分钟 那如果家里没有这样的行动烤箱 我们放一般的烤箱也可以 也可以 就直接40分钟 对 也可以用那个蒸笼 就是蒸 用蒸的也可以 也可以用蒸的 电锅呢 电锅就可以 一杯水就可以蒸 好 电锅一杯水 然后蒸笼也可以 然后或者是家里的烤箱都可以 就是我先把马铃薯蒸熟 对 把它烤熟 好 那接下来呢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先切这些菜 这个 这些是我们要放进去 那个跟焗烤一起的 这个就切碎这样 切碎 把它都切成丁 切成碎那样 这样吃起来会比较有口感一点 是 所以在切这些就是要稍微注意安全 对 你自己是你喜欢做菜才去念餐饮 还是被逼的 没有 兴趣 兴趣啊 太好了 如果说兴趣又可以变成是工作 那样念起来也挺开心的 对啊 我看你们学校其实老师带得很好 教授带你们才要去比赛啦 然后你们还有一些社团 对不对 我们有参除十一社 所以你也是十一社的 对 我也是 所以你们之前很多学长姐都 被我们邀请到节目上来 展现他们的才能 所以这个杏鲍菇都把它切丁 所以杏鲍菇其实一条就够了 对啊 然后一般焗烤大部分是放在那个 就是长长的盘子 然后直接进去焗烤 对 可是你好像不打算这样做的 对 所以观众朋友很期待 就是它做出来是会跟一般 你在外面餐厅看到那个焗烤盘 其实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看学生就是这样 年轻就有很多的创意 很多的巧思 好 都把它切丁了 然后这个菇啊 不要洗 然后这样 不要洗 对 把这皮剥掉 菇把它剥皮是不是 对 因为如果你洗了之后 等一下它会有水分 然后有水分的话 我们东西等一下炒的时候就不会像 可是如果我没有剥皮直接切下去 其实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只是有的人比较就是比较注重健康 所以他们会 那一般有的会 你第一次这个剥皮 其实很少看到人家这样子做 对 你把它剥掉 这也是老师教的 这也是老师教的 所以老师教的好 老师教很多 对 那你们老师叫什么名字 跟我们介绍一下 叫许志昌 许志昌老师 这个是我们节目里面 很受欢迎的一位大师 对 所以他教出这么多优秀的学生 然后还可以在节目上呈现 就是课堂里面教出来的一些料理 都把它剥完之后 剥剥掉 所以当然观众朋友 如果你嫌麻烦 有的人他是用纸巾 把外面稍微擦一下 然后或者是有的人 他可能就是 没关系就直接切 那比较不希望的是 拿去用洗的啦 对不对 那一台如果斜会有水分 所以有水分 那这样子可能会影响他的口感 对 这个在边烤 其实好像感觉挺快的 对 那个火力其实更接近更强 对 这个也是都切丁 就是要切碎 都切碎 对 所以你们未来其实实习之后就会到就是就业到餐厅去了 对 看自己 看自己 对 那不然呢 可以选择 没有 可以选择 在餐厅也可以选择就是 就是只要其实跟餐饮有相关的都可以 都可以是不是 那你未来的兴趣是什么 不好说 不好说 所以是意思是还没想好 没关系 还有时间你慢慢想 对还有时间 当学生就是有这个好处 就是你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然后在学生的时代的时候都去试试看 对不对 然后这个美白菇 这个是美白菇 我们就切圈圈 是 这个就简单了 对 这个在这边烘烤的时候 感觉这里很温暖 对 而且那个马铃薯快好的时候会有一种香气 这样子啊 对 所以这个你在学校这道菜做过几次了 做过两三次 做过两三次 把它切到就是都大小都要一致 对 我看芳池还会把这个大的另外把它挑出来 等一下是要另外切就对 对 它不会看 所以很细心 就是所有的口感大小都要一致 对 然后旁边我们准备一个容器 切好的因为都是碎丁嘛 我们就直接把它都集中到那边去 其实就可以了 这个会不会到后来会有一点那个烤地瓜的味道 还是不一样 会 会有烤地瓜的味道 好期待 因为每次经过那个卖烤地瓜的 就会在前面稍微蘸一下 因为那个香味就是很特别 好 这个都把它切碎 好 所以我们差不多 你看我们在等这个烤马铃薯的时候 就顺便慢慢的来准备这些食材 那最后还有就是 洋葱 洋葱 所以洋葱也是把它切碎 对 这等下要爆香那个炒马铃薯 我们用洋葱来爆香 对 也可以用蒜头 都可以 对 看你喜欢什么都可以 哦 差不多都切完成了 对 所以在切东西其实因为要切碎 所以不要急 就慢慢切 因为反正我们马铃薯要烤三四十分钟 然后这个巴士 哦 还有巴士铃 这到时候要拌在那个马铃薯里面 要拌进去啊 对 就是让它有一点颜色 所以也是把它切碎 对 所以这没有什么刀工可用 对 其实这没什么刀工 切碎 简单 简单 对 它也可以用易拉转 也可以用易拉转 对 只是菇比较不见 因为它拉的话它会出水 对 所以该切的还是要切啦 也偷懒不了 对 哇 这看起来这个 感觉它那个马铃薯的那里面的汁液 已经有点跑出来了 在皮上面 好 所以我们一切准备就绪 对 还有这个番茄 番茄你要怎么切 切小圆圈这样 哦 到时候要点缀在那个马铃薯上面 这个就真的不能把它切碎了 对 就是要切小圈圈这样 这感觉有点像辣椒的感觉 远看像辣椒 那吃下去就不是 不是 不是 会有点惊喜 对 所以用番茄 其实我觉得这颜色也 会多一个口感 对 多一个口感 而且颜色很漂亮 不然其实我们一般红色 我们大概就会选择用辣椒或甜椒 对 那可是甜椒又有很多人不喜欢吃 对 小朋友不一定会喜欢 对 所以我们就选择用番茄 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OK 而且番茄加热之后 有很多的切红素 那我们这个就可以了 这个就可以 关掉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它外观其实是已经有点焦黑了 对不对 有软吗 有 有软 所以在夹的时候要小心 有听到那个脆脆的脆皮的声音了 真的大小都一致 好 好 我们把它放到旁边去 这锅子其实不用洗了 对不对 对 直接我们就进去直接烤了 现在就要切了 对 外面的皮是脆的 整个冒烟 你看 真的 要很切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加料 对 你这样才有办法挖空中间 然后填料 所以你是把它当容器啊 对 我把它当容器用 这个皮烤得好酥 所以你的底盘要稍微宽一点 对 所以切的方法要不一样 用这个 要把它整个挖出来 对 要挖一点出来 因为等一下要炒那个 所以等一下你意思是说 中间的马铃薯是要放下去炒 对 所以我们等于是 我们总共要挖到六个是不是 就把中间挖空 对不对 对 好 所以我们就来准备 把这中间全部都挖空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把它当做一个容器 然后中间的料是要下去炒的 然后我们就等一下挖好 我们再回来 好 所以我们这样子挖出来的这个 泥把它挖出来 等一下要用 然后这个就是当等一下的 餐具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先把它放旁边 好 接下来呢 然后我们现在要用橄榄油 然后炒香洋葱 好 炒洋葱 所以应该要开火了 好 这样够吗 够 因为等一下我们还会用奶油 还会有奶油 所以我们先用橄榄油 然后洋葱炒香 因为如果用奶油的话 那个洋葱会黑掉 对 对 那个奶油跟那个就是那个 橄榄油它的那个热点熔点不一样 对 所以下去也还挺快的 所以洋葱炒香其实就可以了 对 所以我很好奇 这个马铃薯泥你挖出来了 等一下我们还是要把它再炒过 对 因为要填在那个里面 所以这也蛮特别的 直接把马铃薯变成一个容器 像我们常看到就是 泰国料理里面的那个凤梨炒饭 它就是干脆直接把凤梨 对 直接切拌当做容器 那样看起来其实也挺不错的 然后加入一点点奶油 这个时候加一点奶油 我加一点点而已 然后加入菇 菇这个时候就可以下去了 所以在那个方匙再放的时候 奶油下去 其实还没有等到奶油全溶 你就把那个菇就下去了 这样比较深 所以就慢慢的炒它 因为它会有一点水气 所以盐巴也慢一点再下 因为盐巴如果夹下去的话 它那个盐分会让那个香菇出水 然后是 就会炒不下 所以其实我们在炒香菇 炒蘑菇的时候 就是盐是要 就是后 调味是要后面再调 因为盐巴会出水 会这样死才出水 这个其实你已经都切成碎了 它再炒其实很快 对 它一下子那个水分 里面多糖皮就跑出来了 好 这时候可以加胡椒粒 好 用这个时候来盐 然后一点点的意大利香料 胡椒粒跟意大利香料 那个香味出来了 好像香料一下去 那个味道就很香了 然后加一点点盐巴 现在加盐 对 最后这个时候才来调那个盐的味道 对 然后马铃薯都可以下 重头戏来了 马铃薯这个时候下 对啊 加马铃薯就是稍微让它压碎就好 不要太碎 所以到时候会让它有一点口感 在那个里面 所以你故意的就对了 不要太碎 这样它会比较有口感 吃起来比较好 反而不能把它压成马铃薯泥 对 因为这样就吃起来没什么口感 对 那它现在就是马铃薯泥下去之后 它等于是把旁边的那个菇跟那个 里面的那一些多的那些多糖体 全部又吸上来了 对 然后这时候我们可以加一些鲜奶油 加鲜奶油 可是吃起来马铃薯吃起来 比较不会这么干 现在目前感觉就已经很好吃了 因为盐 意大利香料跟黑胡椒 都已经调进去了 哇 又加了鲜奶油 这感觉就变成有点像炖煮的那个感觉 对 然后还可以很明显看到那个 马铃薯有一些是一块一块的 然后有一些是泥状的 就吃起来比较多口感 城市就不一样了 然后可以加这个起司粉 加起司粉 它这样奶味会比较重 起司粉大家很多人的最爱 可是热量很高 热量很高 那偶尔吃没关系啦 就是吃得开心一点 所以你看自己在家里做 你份量要做多大多小 就自己都可以控制 然后你起司想要多加少加都没有问题 然后最后要起来的时候 再加一点点奶油 所以你加奶油的时候 表示其实已经好了 对 然后我们用的这个奶油是 是有盐的 对 还是无盐 无盐的 无盐的 这个时候其实像我喜欢吃那个 就是马铃薯的 我现在看到这样子的马铃薯 其实我就觉得还蛮开心的 感觉就很好吃 而且它口感就是 我看它每一个颗粒的那个大小 都不太一样 我加一些巴西下去 让它有一点颜色这样 让它有一点颜色这样 那我们等一下把它火一甜之后 还要不要再去烤 要 还要再去烤 要 然后这样火就可以关掉 好 可以关火 所以表示我们已经差不多好了 对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拿过来 现在把它放到马铃薯里面去 然后把这个贴进去 这看起来这样就很丰富了 而且感觉很油亮晶莹剔透的感觉 对 这个让我想到的那种就是 有一些吃西餐的时候 它会直接有一个养育 然后用那个铝箔纸包起来 它把它中间化开 放一点奶油进去 对 可是我相信我们这个 应该是更香 因为我们又跟很多的蘑菇 下去炒过 对 好 好 就都填完了 那接下来你还要烤是不是 对 我们就是锅子不要洗 不要洗 对 就是用餐巾纸稍微把它擦干净这样 让它有香气 等一下再下去烤的时候 会再更香一点 所以你要留那个 你刚刚炒过的那个香气在里面 对 是 很聰明 然后沾一点点水 再沾一点点水 餐巾纸下去把它擦 稍微擦过 这样其实就挺干净的 然后我们就撒上起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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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番茄 对 对 刚刚切到番茄 放在上面 点缀上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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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那个番茄直接把它摆一排这样 对 其实我们摆一排没有很多 大概就是一颗小番茄的量而已 对 差不多 嗯 一颗就是一个番 那个 好 好 所以把它都放进去 进去之后再撒那个起司是不是 这样比较不会掉下来 是是是 可以自己就是看自己喜欢 看你喜欢 对 你如果喜欢吃多一点就撒多一点这样 对 要是我就是整个撒得满满的 它那个有时候流出来的 然后旁边有点焦焦的更好吃 对 我们已经听到那个锅底已经 因为我们下面锅子有开火 那锅底已经开始飘飘飘飘飘 那个起司已经开始融化了 然后接着上面 我们就直接盖上行动烤箱 然后呢 一样也是180度 180度 然后8分钟 要烤8分钟是不是 对 好 所以我们等一下8分钟就可以回来准备开动了 我们再等一下 好 差不多好了 对 这从旁边这样看 那个已经开始有点焦焦的感觉 对 感觉很漂亮 所以可以拿起来了吗 其实我很期待 可以 也可以再让它烤焦黄一点 吃起来的香气会比较那个 就是会有一种焦香物 就是有一种 看自己 对 对 对 所以其实我们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好 我们就起锅 因为已经等不及了 哇 然后我们就用这个铲子把它铲起来 哇 那个上面的那个起司都已经完全融化 那如果你想要再焦一点也可以 就是自己抓一下时间 所以8分钟到十几分钟都可以 因为其实这透明的锅子看得到 对 如果你在家里烤箱也没有问题 就透过那个玻璃去看 哦 你看 都烤箱了 而且感觉上面很丰富 黄的 红的都有 你刚刚用的起司是双色的是不是 对 其实都可以 就是那种焗烤的起司就可以 大部分市面上 因为这个在高市都很好买的 但是蛮贵的 蛮贵的 对 这个真的蛮贵的 绝绝的吃一次没问题 对 好 所以我们准备成了 这个其实用这样子的焗烤方式 然后用马铃薯直接当容器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很特别的一个做法 比起如果我用那个磁盘这样子 直接进去烤 感觉这样子就是高级 然后而且有创意了一点 这个巧思其实还蛮好的 所以我们这个是乳酪焗烤洋芋 对 我们上菜了 这个是很新鲜的一个焗烤的方式 看起来其实很高级 而且就很像在那个美式餐厅的 一道大菜的感觉 不会像是你在家里的那个焗烤盘 动手了 可以 这一个全部 要怎么吃呢 当然是直接把它挖开来吃 好好奇 这样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 好吃 跟一般我们在外面那个焗烤 其实真的不一样 大部分都是泥状 对不对 跟夜市的 夜市有卖这种 其实夜市是剖开 然后它里面是加那种 就是它的起司的那种姜 下去 对 跟外面不一样 对 其实差不多啦 大同小异 没有差不多啦 你做得比较好啦 真的 没有 没有主持人不嫌弃 这样子很特别 那大部分就是在外面 比如说烤就焗烤 它可能里面会有很多的白酱 对 就是像夜市那种 对 所以这个呢 其实我吃到的大部分是 一块一块的马铃薯 所以它其实很有口感 然后感觉也不会觉得会吃腻的感觉 那再加上就是 方子刚在调味的时候 其实它下手没有很重 那最上面的那个起司就是 它本身就有点咸度 对 那你又把它烤在上面 那样焦焦的 其实真的是还蛮过瘾的 而且确实不会有那么多那些 就是很浓稠的那些白酱的那个 让人家觉得有一点腻的感觉 所以这个方法其实非常好 而且这个马铃薯厉害了 真的 你看 这个容器 这个皮看起来就非常好吃 那因为我看你好像就是 在下去烤之前 其实应该已经都刷洗过 对 要刷干净 所以它等于是我 其实皮也可以吃 皮都可以一起吃 其实可以 我是不好意思 不然我就直接整个拿起来咬了 真的太好了 所以你教了这道菜 观众朋友到时候也可以 学一下这样子的方式 然后把家里的焗烤的方式 改变一下 就会感觉是一个 来到一个美式餐厅的不一样的感觉 非常谢谢方茨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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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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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